如何踩在运动专会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金睛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大家好 我是吴才先生 时间过得很快 也有点假 今天就是第100期的拍摄 之前老想了说第100期 毕竟是这么特殊的一个数字 要不要拍得很特别一点 或者拿一双大货来跟大家分享 本来想了想了说 觉得还是跟平常一样 平平淡淡地走过这第100期会比较好 今天就简单给大家说说看 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100期是怎么过来的 以及最后面再留一些 给观众的福利算是 先说我记得我拍第一期的时候 是我当时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时候 当时那一天晚上 我们知道一般学校里面刚考完试的时候 考试之前那个hour zone或者是library 经常是满的 但是一考完试之后 所有的教室全部都是空到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拍第一期的时候 是在hour zone我们学校的 就是一个类似于讨论式的地方 当时我拍到了晚上的超过12点了 在学校里 其实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人 再去上自习或者复习了 然后晚上的话更没有了 OK当时正好又是考完 是第一天嘛 很多同学去什么 去饭局啊 或者去栏桂房 去酒吧 去嗨的人很多 然后当时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拍 就觉得特别 其实画面还是很凄凉的啊 但是还是觉得当时很充实 只有自己想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的 视频介绍的活动终于可以拍拍了 OK我当时等了一天等了很久 所以还好也不会觉得很孤独啊 另外呢当时也有一位朋友了 像他们当时我记得Miko和Snowberry 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他们再配合我们在看这个视频 他们当时跟他们吃完饭玩完之后回来 当时也是很晚了 12点多 专门经过学校 可以来跟我在下面做了做聊了聊 可以谈了谈 给了一些我给了一些不错的建议吧 OK 所以呢他们算是我的视频介绍整个栏目 包括整个career的一个第一个提供帮助的朋友了 后面也陆陆续有很多啊 帮助朋友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比如说像Peter啊 Ice啊 或者是小丽川啊 很多人都有把他们的鞋子啊 主动贡献过来给我 让我去拍当评测的素材 评测后面的人数越来越多啊 随着观众中间一些义务帮忙的人 也越来越多OK 比如说来自北京的十一 OK 还有很多群的群组 其实他们跟我之前没有任何交集 完全是因为这个视频介绍节目才认识的OK 把我管理的进行一些打疑啊 包括给我淘宝店铺一些 想做我的汪汪客服啊 很多很多OK 确实帮了很大的嘛 OK所以呢 就不一一感谢了啊 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网上的观众 OK 确实每个人哪怕是一个的点击量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支持和鼓励 一百七其实还蛮快的 因为我不敢说我的评测视频是全国最好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发布的频率是全国最快的OK 一天的话最少也有一期能拍出来了 所以呢一百七可能是过了有我五月份开始做的话 可能连半年都不到一百七就已经拍完了 然后其实视频评测里的内容也不是从一而终的啊 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因为我最早期的时候拍了很多我认为很好的鞋子 比如说是Adidas City Racer啊 或者是Esks Triple系列啊 NOSA系列 都还蛮不错的啊 但是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鞋子你不一定要去关注那个最新的鞋子 或者运动产品了 其实很多普通的鞋子里 它也有蕴含了这个牌子里的科技和它背后的故事 但是我发现观众不太看那种那种普通鞋啊 所以呢 我就开始做Air Jordan乔丹的鞋子 因为乔丹毕竟它是比较经典 而且有这个观众的群体和技术在 所以就拍Air Jordan 最夸张的时候啊 基本上速度可以快到早上9点钟开店可以买鞋 我去香港拿到鞋之后 回来马上就开始拍 拍到12点 然后剪视频 剪了视频上传 然后审核通过发售 基本上国内还没有 大陆地区还没发售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视频上传了 就能这么快 所以呢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我几乎所有的评测视频 包括公众号都是凌晨才发 或者晚上才发 OK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白天真的很忙去收鞋子 OK 再一个的话 晚上的话 它审核一般到晚上通过会比较快一点嘛 所以都是晚上才上传的 所以呢 就引起一个非常有的现象 就是大家喜欢抢我公众号里的沙发 因为想抢沙发真的很不容易 基本上你如果不失眠啊 或者说你不是一个猫子的话 沙发肯定不是你的啊 不是你之后你可以抢抢看 OK 这是一个 再一个的话后面 Air Jordan的鞋子发了之后呢 很多人觉得说买不起啊 或者说是买不到 OK或者说是怎样看看就行了之内的 所以我觉得 瘦终面不够啊 大家只是看看是不是我想的目的 我想大家是买 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鞋子 所以后面呢又做了很多实战鞋的评测 OK和介绍 实战鞋过后呢 发现实战鞋的种类是大 OK 我一天一期是拍不完的永远 所以就开始做一些集锦式的啊 球鞋发售信息啊 或者是一些球鞋购买指导啊 这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的啊 其实所以这么说来的话 其实别看这一百期 其实它的定位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呢如果说中间有一个什么精神能贯穿使用 那就是离心消费吧 我觉得 说说说现在啊 现在的话刚刚做了一个淘宝店铺叫无财铺子 OK关于无财铺的观众福利呢 我之前也已经在其他的视频里介绍过了 你可以翻翻看 离自己期不是很远啊 盖过来说的就是备注免费 好评免费 OK什么意思呢 备注免税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备注你是我的观众 OK你买鞋子 我是可以给你包税的啊 就是如果被海关扣压的话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再一个的话就是好评免费 不是说免费送鞋啊 就你如果好给好评的话 我可以免费帮你买鞋 就是没有代购和辛苦费在中间 OK所以那鞋子是多少钱 我就卖给你多少钱 赚差价 这是两个啊 再一个的话有一个直播群啊 因为你知道 你看我周围其实没有很多鞋子 因为我不是以卖鞋为生的人啊 所以呢身边毕竟没有囤货 没囤货没现货的话 我就没办法淘宝上挂很多鞋子和商品啊 但是很多人还抱怨说 淘宝店铺里商品太少了 所以我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吧 就是你去买那个直播群的门出票 OK 所以我一般逛鞋店的时候呢 我都会在直播群里面有这么一个 给观众的分享吧 所以当时能看到什么鞋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买 这是一个啊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一个赞助的问题了 其实前两天也谈了不少赞助 有国内那种淘宝已经挂了几个皇冠的店铺啊 也跟那种刚刚起步的店铺聊过 包括跟纽约的一个时尚品牌也谈过 包括跟台北这边也有一些几家不错的店 都有谈 但是谈来谈去啊 这一切还是绕回远点绕到里面 因为比如现在还不是谈生意的时候 再一个的话 视频介绍节目我不想做成一个盈利性的啊 不想做成一个广告平台 还是让它纯粹和简单一点比较好 如果观众里还有一些饭子啊或者是掌柜的啊 想跟我谈合作的话 就先暂时不考虑这个合作的事情啊 因为确实太商业化的话 我还可以的话没那么多时间 我想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视频内容质量本身上 这是一点 最后呢还是老样子啊 也是前一大前有一期观众赞赏 OK 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衣服给大家 是我手中的这几顶帽子 OK 因为老看我视频的人知道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帽子 OK 因为不停的换帽子买帽子 所以呢 帽子不错啊 因为你衣服啊鞋子啊什么 都设置一个款式和马术的问题 不能配复到所有的马术啊 所以呢 也准备几个帽子啊 还我个人这都是我自己也给自己有准备的啊 一个是这样一个Nike的啊 包括啊 这是城市的帽子上海的 OK 还有一些 比如 这样一个Airdrodite1的一个 OK 出这屋顶帽子的同学呢 我会在这一期的公众号的下面 显示出来 我就不在视频里PO了 就是想问我 问我 问我私人的联系方式啊 一个是不太方便透露 再一个的话 确实是透露之后发现人家的太多 OK 几乎已经满掉了 给你看一下我的 这个微信号啊 这吴才先生这个算是符号了 你有看到这个绿色的是 我还没有加到的好友 能看清吗 OK 您看到这个没有加的好友有多少 所以就是分分钟要满掉的节奏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啊 最好联系我的方式就是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吴才先生或者微博 吴才先生球鞋交易平台 OK 跟我来互动 那这一期不会包含很多东西了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结束 和另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后面的视频 在大家的簇拥之下 越翻越好 100期就是这样了 很快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得很快就到 第200期 300期 400期 OK 这样一直做的原因呢 只有一个就是我能感受到 在这个过程中 你所认识到的人 和你所给一些人带来的影响 我是吴才先生 我们下期 拜拜